警方押借嫌疑人李某为事先设 警方押借嫌疑人李某为事先设 为事先许玉荣 3月30日 在广西平祥有一关 越南警方向广西防城港上司警方移交中国籍特大毒品案犯罪嫌疑人李某 今年1月 上司警方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 缴获毒品海洛因约2450克 经过中越警务合作机制 3月27、28日 李某和越南籍的重要上家嫌疑人在越南落网 移交一事为事先设 据警方介绍 警方对该毒品案已跟踪多时 1月8日 犯罪嫌疑人将毒品运到上司进行交易时 警方供抓获了5名犯罪嫌疑人 并查获7块毒品海洛因 约2450克 查扣2辆涉案车 移交嫌疑人的私人物品为事先设 案件侦破后 上司县公安局继续深挖 逐步落地掌握另外几名重要犯罪嫌疑人相关资讯 3月初 专案组民警连续作战 在广西宁明、平祥边境地区陆续开展追捕行动 通过有关部门以及宁明警方的协助 另2名嫌疑人陆续被抓获 移交罪嫌疑人为事先设 经过分析 警方发现 该案还有两名重要的犯罪嫌疑人 已经潜逃至越南 其中一人是越南籍 另外一人是宁明籍的李某 3月27、28日 中院警方经密切配合 将两人被抓获 目前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讯中 完 吃下垂里 吃上衣